一身紅水黑大般的套裝 維泰黨總理候選人貝東丹 在升完第二胎後終於露面 而且時間點就在選前的最後造勢 貝東丹看起來氣色相當不錯 今年是2020年泰國選運後首次選舉 加上2021年修憲後改變了選制 讓貝東丹有機會 能為父親塔克星報仇 重新獲得泰國執政權 今年泰國選舉提前投票率 已經飆到92% 加上週日當天實際投票 總投票率將高達87% 比2011年和2019年還要高 顯示選民強烈希望改變 現總理帕拉玉在位超過八年 軍事政變王室問題加上經濟不景氣 造成人民信心跌到谷底 在泰國五千兩百多萬選民中 希望變天的四十歲以下年輕世代 就佔了超過百分之四十 其中還有三百三十萬手頭族 對軍政府掌權勝算不太有利 除了泰國 土耳其也要在週日大選 執政總統埃爾頓因為經濟前景不明 加上地震處理無法讓人滿意 挑戰連任面臨考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